那委員我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上個星期 就是有國民黨這邊有提出複議 然後希望可以把那個服貿調閱的期限 恢復到5月31號那請問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 以我的立場我是主席 主席有人提複議 主席是主持會議 請求出席委員大家的議決 主席委員的話有13人 有7個人 不包括我包括我就8個人 就是同意啊 維持引來引提案的5月31號 是維持引來的提案 是延長本來是上一次 陳其邁委員打延長 延長到8月31號 那現在的話因為會期已經到了 我們希望啊 我們就把它恢復5月31號 那我只會大家有人提複議啊 我只不過把這個複議案啊 請在場的委員大家做一個議決 結果啊贊成的都是 所以啊 回復5月31號 那我想要了解就是 所以委員這邊只是因為主席的立場 所以來處理這個複議案 第一個主席的立場是一定啊 贊成反對只要有人提議案啊 主席一職責啊 應該來處理啊 結論的話是在場委員 他免作一個人數上的 就共識或者是啊 贊成反對是要看人數 齊結一多數 那所以主席你這邊就是 對於這個複議案其實沒有什麼立場的 就是有人提你就處理這樣子 那這個在議事上是這樣 在院會上的話是王院長 在委員會的話是啊 在委員會的話是委員會的招委 所以我那天是站在主席台 以啊這個主席會議中立的立場 來處理整個會議 但是啊這個部分啊就是 而且今天啊議事也確認了嘛 我們這裡有議事確認 有今天早上我們要議事確認了 確認 確認說這個會也是確認嘛 所以確認以後的話就表示啊 雖然團隊的人他也要支持這個案 已經完全這個 那所以你對於這個東西 你是沒有立場就對了 那你個人的話 在開這個會 在復議案啊 我沒有立場啊 但是對於啊 釣業小組 我有意見 所以可能是大家想知道 大家的人說 社會大眾想知道 或者很多民眾想知道啊 釣業小組的這個 基本上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齁 釣業小組啊 基本上釣業小組 要合法 這個合情 合理的成立啊 但是本次的第二小組啊 鮮安啊 不能夠代表立法院的立場 為什麼呢 因為胡茂協議 它是八個委員會 都是當然委員 都是出席委員啊 也就是說 胡茂啊 可以出席的人啊 可以來提供意見 提供表決 來決定 以活的協議啊 是要全體委員 112個人 多是 當然委員嘛 所以當時在主持會議的時候啊 叫做 八個委員會聯繫 就是情人都是 胡茂協議的 這個審討委員嘛 那後來發生爭議 趁著啊 那個時候 國民黨的委員啊 不變 在進入委員會的時候啊 在場 112個人 只有5個人 擴掉主席 中立的立場 只有4個人 竟然能夠通過一個 海峽兩岸胡茂協議的雕業 專案小組 用4個人來代表 所有人的 114個人的意見 那我個人認為啊 這個代表性啊 顯然沒有什麼 沒有比例嚴守 顯然不具有這個嚴守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是不是只有 內政委員會的 成立的 調業小組 所以我一再跟 調業小組建議 我們應該這個也是啊 要用112個委員 組成的 調業小組才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既然是聯席會議啊 你怎麼可以的話 就是說 要審查的時候 是 112個人都有勤力審查 要調業的時候啊 只有我們3、4個人在那邊幹 還有一點 就是說 你列政委員會的話 你可以3、4個人 弄一個調業小組啊 所以我們從今天來的 各單位就是這樣子嘛 有國防部 有國安局 有經濟部 那你又不是聯席嘛 那為什麼把所有部會的 你都找來這裡置信 我顯然的話 所以你就這個正當性是不足 這個是啊 我們啊 第一把委員 應該要考慮到 這個程序正義 我是認為這個程序正義的話 那好啦 以後啊 我們假如說 把這個事情可能性一直的話 那內政委員會 弄一個調業小組 把所有 八個委員會的 督導機關 那你都監督機關 你都東東找來 那其他的七個 他們是不是也可以弄一個調業小組 這樣就亂去啊 所以我不反對調業小組 我是認為調業小組 他應該 在所有 發給112個委員 在那個時候 成立了調業小組 而且啊 至少人數要夠就對了 對對對 要達到他的三分之一 把定成三分之一 三組三十七個人 這樣才是 沒有那個開會的程序 你四個人哪裡有 而且你的第二位對象 你現在能夠當然出席委員 都是啊 啊 那政委員會啊 但是你第二位監督的機關 一個一個站起來 欸啊 你怎麼沒有全數量 呵呵 那這樣就大家都亂去啊 你已經來這個潛力的話 不是啊 監督的潛力不是這樣啊 只會你到宴會 你用宴會來成立的話 我宴會 我是幾雙總贊成 那但是你 用一個小組的名義 行啊 整個啊 前面的這個監督全力啊 所以我們身為立法委員 喔 所以下一小組的 這個 這個成立跟功能 我是 贊成 他是成立的 當時的代表 人數 以及啊 要一個 內政委員會 來調院 情願的這個監督機關 就變成啊 那本來啊 本來啊 本來上次還要把行政院 也列為啊 這個調院小組的對象 那這樣就要在看 內政委員會 或者什麼 中東部首次的國安會啊 也是在我們調院小組裡頭 把國安局啊 也是在調院小組裡頭 喔 但是我們認為啊 成立的 這個代表性 喔 埃及啊 比監督對象 喔 要去尊重 所有的委員 嗯 理解 那所以 喔 那我理解 所以你個人是認為 這個監督小組成立的 中指 你是認同 但是他成立的方式 你覺得這個是有問題的 他最好是在 院會的地方 來成立 而不是在 內政委員會 這邊成立 對對對 因為 否則的話你要在 要委員會來成立 你一定要通知 八個委員會人通通來 你不能只有 有一個那些委員會的人啊 而且趁著 國民黨的委員會 進入委員會的時候 來 要擴掉主席 四個人 因為我已經請問過 周寧安委 他當天沒有出席 嗯 我認為很奇怪啊 四個人啊 我就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那我們想了解一下就是 關於八月三十一號 五月三十一號 這兩個 調閱的期限到底會 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這個啊 要問 提出不必的 要問提出不必 我就不是委員這邊 就對了 對啦 因為怎麼樣呢 因為假如啊 你院會 正常會期都停止了 但是 你的那個 調閱小組 忽然三兩個人 又搞一搞去開會了 那不是亂了 嗯 謝謝 謝謝 教一下就是 剛才那個 那個提案啊 就是 後來你沒有支持的原因 我是說 要提到 宴會成績 宴會成績 不要再 委員會 因為 因為委員會 顯然 後來提的這個案子 我是 我這個人很和善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喔 這個 消遣他們 因為 你現在 已經是 就是 釣營業小組 你再 馬上再弄一個 釣營小組 那不是自打嘴巴嗎 所以他就變成 我是說 他本來是內政變成 八個聯繫 八個聯繫 然後你一直是要提到 宴會 我意思的話 我也是在調感他說 顯然的話 你現在又提出了 一個聯繫 那顯然你當組成 你就是 就是 沒有代表性 對不對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你要提到 宴會 我已經弄一個 釣營委員會 所以他 大家都會 待 你不能夠 當時的話 你都沒有代表性 那你現在說 沒有代表性 好啦 我再弄一個有代表性 現在就不要再提 就不要提 第二小組 就要釣營委員會 那釣營小組 是由委員會 來成立的 釣營委員會 是由宴會來成立的 所以我不同意的話 我是不同意 繼續在內政委員會 再弄一個 釣營小組 但是如果 宴會要通過我支持 好 那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我們一個 比較不太懂的狀況 就是如果是 宴會成立的 釣營委員會的話 他開會的地點 就會在宴會 對對對對 喔 理解好 謝謝 那這裡頭 有一個 一個喔 他有一個規定 你宴會成立的話 就叫做釣營委員會 釣營委員會 我意思說 要弄一個 釣營委員會 你不要弄個小組 能夠行使 釣營委員會 的這個 的私錢 我是偷偷講 這個顯然有親情行為 這個 院會議決 設釣營委員會 這個 經委員會議決 釣營委員會 這個 這個 經委員會議決 釣營小組 你一個內政委員會都在第二小組 擴起所有各委員 那你不只要提到委員會啟動教委委員會 所以你還是要在內政委員會再搞一個 那這樣就不對了 我們最後再問一下就是 我們會幫你的話全部都放上網路 然後讓大家來公開 那你支持我們這樣的做法 來立法院直接呈現給大家看說你們的 好 謝謝